猎王记下第一章 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 亚哈谢在撒玛利亚 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 于是差遣使者对他们说 您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部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但耶和华的天使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 对他们说 您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部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避不下你那所上的床 道定要死 以利亚就去了 使者回来献王 王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回来呢 使者回答说 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 对我们说 你们回去献差你们来的王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部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所以你避不下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王问他们说 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些话的 是怎样的人 回答说 他身穿毛衣 腰束皮带 王说 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于是 王差遣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献以利亚 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 献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 五十夫长对他说 你这神的人了 王说 你下来 以利亚回答五十夫长说 我若是神的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又差遣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献以利亚 五十夫长对以利亚回答说 神的人啊 王如此说 你快快下来 以利亚回答他们说 我若是神的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 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帝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 这五十夫长上去 双息跪在以利亚面前 哀求他说 神的人啊 愿我的性命 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 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看啊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 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 现在愿我的性命 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耶和华的天使对以利亚说 你同着他下去 不要怕他 以利亚就起来 同着他下去见王 对王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 西部 其因以色列中没有 神可以求问吗 所以你避不下 离那所上的床 倒定要死 亚哈谢果然死了 正如 耶和华及以利亚所说的话 因他没有儿子 他兄弟约兰 接续他做王 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 约兰第二年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列王记下 第二章 耶和华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沙 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又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祝伯特利的先知门徒 出来献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因 耶和华差遣 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诸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就近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差遣 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 又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着观看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一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前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圣魔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你的零双倍的临到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就必得拙 倘若不然 必得不拙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火马 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成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陷他了 于是 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 撕喂两片 她拾起以利亚身上 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约旦河边 她用以利亚身上 掉下来的外衣打水 说 耶和华以利亚的 神在哪里呢 打水之后 谁也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过来了 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举目看见他 就说以利亚的灵 临到以利沙了 他们就来迎接他 在他面前屈身余地 对他说 现在请看 仆人们 这里有五十个壮士 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 免得或者 耶和华的 灵将他提起来 投在某山某谷 以利沙说 你们不必打发人去 他们再三催促他 他难以推辞 就说 你们打发人去吧 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 寻找了三天 也没有找着 以利沙仍然在 耶利哥等候 他们回到他那里 他对他们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们 不必去吗 耶利哥城的人 对以利沙说 请看这城的地势美好 我主看见了 只是水恶劣 地土生不出土产 以利沙说 你们拿一个新瓶来 装盐给我 他们就拿来给他 他出道水源 将盐倒在水中 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治好了这水 从此必不再使人死 也不再使地土生 不出土产 于是 那水治好了 直到今日 正如以利沙所说的 以利沙从那里上 伯特利去 正沿路上去的时候 有些孩童从城里出来 细笑他说 秃头地上去吧 秃头地上去吧 他回头看见 就奉 耶和华的明咒组他们 于是 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 撕裂他们中间 四十二个孩童 以利沙从伯特利上 加密山 又从加密山 回到撒玛利亚 猎王记下 第三章 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 亚哈的儿子约兰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 他行 耶和华眼中 看慰恶的事 但不至 向他父母所行的 因为除掉 他父所造 巴利的下 然而 他贴近 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时以色列 陷在罪里的那罪 他总不离开 摩押王 米沙木羊 许多羊 每年将 十万绵羊膏的毛 和十万公绵羊的毛 给以色列王 进贡 亚哈死后 摩押王 被判以色列王 那时 约兰王出撒玛利亚 数点以色列众人 前行的时候 差人去线 尤大王约沙法 说 摩押王背叛我 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 他说 我肯上去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 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约兰说 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 回答说 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 于是 以色列王和尤大王 并以东王 都一同去绕行 七日的路程 军队和所带的牲畜 没有水喝 以色列王说 爱在 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 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有 耶和华的先知吗 我们可以拖他求问 耶和华 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 回答说 这里有沙法的儿子 以利沙 就是倒水在 以利亚手上的 约沙法说 他必有 耶和华的话 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 并以东王都下去献他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 我与你何干 去问你父亲的先知 和你母亲的先知吧 以色列王对他说 不要这样说 耶和华招聚 我们这三王 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 以利沙说 我指着所侍奉 永生的大军之 耶和华启示 我若不看 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 必不理你 不顾你 只是现在 你们给我找一个乐手来 乐手奏乐的时候 耶和华的手 就临到以利沙身上 他便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在这谷中 满处挖井 因为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虽不见风 不见雨 这谷必满了水 使你们和牲畜 有水喝 再 耶和华眼中 这还算为小事 他也必将摩押人 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必攻破一切 坚成美意 砍伐各种家树 塞住一切水泉 用石头糟蹋一切美地 次日早晨 献过了宿季以后 献有水从以东而来 遍地就满了水 磨牙众人 听见这三王上来 要与他们争战 凡能顶亏灌甲的 无论老少 尽都聚集 站在边界上 次日早晨 日光照在水上 磨牙人起来 看见对面水红如血 就说 这是血呀 必是三王互相击杀 拒斗灭亡 磨牙人啊 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 磨牙人到了以色列营 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 以致他们 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以色列人往前追杀磨牙人 直杀入磨牙的境内 拆毁磨牙的城义 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地 塞住一切水泉 砍伐各种家树 只剩下吉尔哈列社的石墙 甩石的兵再四围攻打那城 磨牙王线阵势甚大 难以对敌 就率领七百拿刀的兵 要冲过阵 去到以东王那里 确实不能 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 在城上陷为凡计 以色列遭遇大怒 于是三王离开磨牙王 各回本国去了 列王记下第四章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 哀求以丽莎说 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敬畏 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 现在有债主来 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 以丽莎问他说 我可以为你做圣魔呢 你告诉我 你家里有圣魔 他说 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 没有圣魔 以丽莎说 你去向你众邻居借空器皿 不要少借 回到家里 关上门 你和你儿子 在里面将油 倒在所有的器皿里 倒满了的放在一边 于是 妇人离开以丽莎去了 关上门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器皿拿来 他就到油 器皿都满了 他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 儿子说 再没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妇人去告诉 神的人 神的人说 你去卖油还债 所剩的你和你儿子 可以靠着度日 一日 以丽莎走到书念 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 强留她吃饼 此后 以丽莎每从那里经过 就进去吃饼 妇人对丈夫说 看啊 如今我看出 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 圣洁的神的人 我们可以为她在墙上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安放睡床 桌子 椅子 竹台 她来到我们这里 就可以住在其间 一日 以丽莎来到那里 就进了那楼躺卧 以丽莎对她仆人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人来 她就把妇人叫了来 妇人站在以丽莎面前 以丽莎对仆人说 你对她说 看啊 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 可以为你做圣魔呢 你向王霍元帅有所求的没有 她回答说 我住在自己百姓中间 以丽莎对仆人说 究竟当为她做圣魔呢 吉哈西回答说 她必是没有儿女 她丈夫也老了 以丽莎说 再叫她来 于是叫了她来 她就站在门口 以丽莎说 明年到这时候 你必抱一个儿子 她说 神的人 我主啊 不要那样欺哄婢女 妇人果然怀孕 到了那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以丽莎所说的 孩子渐渐长大 一日到她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她对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她父亲对男童说 把她抱到她母亲那里 将她抱去 交给她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到正午就死了 她母亲抱她上了楼 将她放在神的人的床上 关上门出来 呼叫她丈夫说 求你叫一个少年人 给我牵一匹驴来 我要快快地去献 神的人就回来 丈夫说 今日不是月朔 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何要去献她呢 妇人说 平安无事 于是她背上驴 对她仆人说 你快快赶着走 我若不吩咐你 就不要迟满 妇人就往加密山去献 神的人 神的人远远地看见她 对仆人吉哈西说 看啊 那书念人来了 请你跑去迎接她 问她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她说 平安 妇人上了山 到神的人那里 就抱住神的人的脚 吉哈西前来要推开她 神的人说 由她吧 因为她心里愁苦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妇人说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 以丽莎对吉哈西说 你竖上腰 手拿我的账前去 若遇见人 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 也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账 放在孩子脸上 孩子的母亲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 又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以丽莎起身 随着她去了 吉哈西先去 把账放在孩子脸上 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 吉哈西就迎着以丽莎回来 告诉她说 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以丽莎来到 进了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她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她便祈祷 耶和华 上床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既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温和了 然后她下来 在屋里来往 走来走去 又上去 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以丽莎叫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人来 于是叫了她来 以丽莎说 将你儿子抱起来 妇人就进来 在以丽莎脚前 屈身余地 抱起她儿子出去了 以丽莎又来到吉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坐在她面前 她对她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熬汤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 遇见一颗野瓜藤 就摘了一怀野瓜回来 切了割在熬汤的锅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 是肾磨东西 到处来给众人吃 吃的时候都喊叫说 神的人啊 锅中有致死的毒 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以丽莎说 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 说到处来 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有一个人 从巴黎沙里沙来 带着初熟大麦 做的饼二十个 并饱满带壳的穗子 送给神的人 神的人说 把这些给众人吃 仆人说 这一点岂可 摆给一百人吃呢 以丽莎说 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了 还剩下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吃了 果然还剩下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猎王记下》第五章 叙利亚王的元帅 乃曼在他主人面前 畏尊畏大 因 耶和华曾集他 使叙利亚人得拯救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尝了大麻风 先前叙利亚人 成群的出去 从以色列国 掳了一个小女子 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 他对主母说 慎愿 神使我主人去献 那在撒玛利亚的先知 因他必能治好 他的大麻风 乃曼进去 告诉他主人说 以色列国的女子 如此如此说 叙利亚王说 你可以去 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 于是乃曼带银子 使他连得 金子六千块 衣服十套 就去了 且带信给以色列王 信上说 看啊 我打发陈仆乃曼去献你 你接到这信 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 以色列王看了信 就撕裂衣服 说 我岂是 神 能使人死 使人活呢 这人竟打发人来 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 请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寻觑攻击我呢 神的人以利沙 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 就打发人去献王 说 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 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 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于是 乃曼带着车马 到了以利沙的家 站在门前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 对乃曼说 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 你的肉就必复原 而得洁净 乃曼却发怒走了 说 你看 我想他必定出来献我 站着求告 耶和华他 神的名 再换处以上击手 治好这大麻风 大马士革的和亚霸拿 和法尔法 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 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 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他的仆人进前来 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做成吗 何况他对你说 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于是乃曼下去 照着神的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 他的肉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肉 他就洁净了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 回到神的人那里 站在他面前 说 看啊 如今我知道 除了以色列之外 在全地没有 神 现在求你收点你仆人的福分 伊丽莎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我必不受 乃曼再三地求他 他却不受 乃曼说 求你可否将两罗兹陀的吐赐给你仆人 因为你仆人从今以后 必不再将凡祭 或祭物献与别神 只献给耶和华 唯有一件事 愿耶和华赦免你仆人 我主人进临门庙敬拜的时候 我用手扶他在临门庙 我也屈身 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时 愿耶和华赦免你仆人 伊丽莎对他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乃曼就离开他去了 走了不远 神的人 以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 看啊 我主人不愿 从这叙利亚人 乃曼手里 受他带来的礼物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我必跑去追上他 向他要歇 于是 基哈西追赶乃曼 乃曼看见有人追赶 就急忙下车迎着他 说 都平安吗 说 都平安 我主人打发我来说 刚才看见有两个少年人 是先知门徒 从以法连山地来见我 请你赐他们 一塌连德银子 两套衣服 乃曼说 请受二塌连德 他再三地请受 便将二塌连德银子 装在两个袋里 又将两套衣服 交给两个仆人 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 抬着走 到了一座楼 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放在屋里 打发他们回去 基哈西进去 站在他主人面前 伊丽莎问他说 基哈西你从哪里来 回答说 你仆人没有往哪里去 伊丽莎对他说 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 我的心岂没有去呢 这岂是售钱 衣服 买橄榄圆 葡萄园 牛羊 仆毙的时候呢 因此 乃曼的大麻风 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 就尝了大麻风 像雪那样白 《猎王记下》第六章 先知门徒对伊丽莎说 看啊 现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 过于窄小 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 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 建造房屋居住 他说 你们去吧 有一人说 求你与仆人同去 回答说 我可以去 于是伊丽莎与他们同去 他们到了约旦河 就砍下树木 但有一人砍树的时候 斧头掉在水里 他就呼叫说 爱在主啊 这斧子是戒的 神的人问说 掉在哪里了 他将那地方 只给伊丽莎看 伊丽莎砍下一根木头 泡在水里 铁就飘上来了 于是伊丽莎说 你拿起来吧 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 叙利亚王与以色列征战 和他的臣仆上一说 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 神的人打发人去线 以色列王 说 你要谨慎 不要从某处经过 因为叙利亚人 从那里下来了 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 神的人所告诉 所警戒 他去的地方 就防备未受其害 不止一两次 叙利亚王因 这事心理惊疑 召了臣仆来 对他们说 我们这里有谁帮助 以色列王 你们不止给我吗 有一个臣仆说 我主 我王啊 无人帮助他 只有以色列中的 先知以利莎 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 告诉以色列王了 王说 你们去探他在哪里 我好打发人 去捉拿他 有人告诉王说 看见他在多贪 王就打发车马 和大军往那里去 夜间到了 围困那城 神的人的仆人 清早起来出去 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 仆人对 神的人说 爱在 我主啊 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神的人说 不要惧怕 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以利莎祷告说 耶和华呀 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的眼目 他就看见满山油火车火马 围绕以利莎 敌人下到以利莎那里 以利莎祷告 耶和华说 求你使这些人眼下 耶和华就照以利莎的话 使他们眼下 以利莎对他们说 这不是那岛 也不是那城 你们跟我去 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 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 他们进了撒玛利亚 以利莎祷告说 耶和华呀 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 使他们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 他们就看见了 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以色列王献了他们 就问以利莎说 我父啊 我可以击杀他们吗 回答说 不可击杀他们 就是你用刀用弓弩来的 岂可击杀他们吗 当在他们面前摄摆饮食 使他们吃喝 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 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 他们吃喝完了 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 从此 叙利亚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 此后 叙利亚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 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于是 撒玛利亚有大饥荒 他们正围困这城 甚至一个驴头指引八十摄克勒 二生鸽子粉指引五摄克勒 一日 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 我主 我王啊求你帮助 王说 耶和华不帮助你 我从何处帮助你 是从何尝 是从九渣呢 王问妇人说 你有甚么苦处 她回答说 这妇人对我说 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今日可以吃 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 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 次日我对她说 要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可以吃 她却将她的儿子藏起来了 王听见妇人的话 就撕裂衣服 王在城上经过 百姓观看 献王贴身穿着麻衣 王说 我今日若容杀法的儿子 以丽莎的头 扔在她巷上 愿 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那时 以丽莎正坐在家中 长老也与她同坐 王打发一个伺候她的人去 她还没有到 以丽莎队长老说 你们看着凶手之子 打发人来斩我的头 你们看着使者来到 就关上门 用门将他推出去 在他后头 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 正说话的时候 恰巧 使者来到 王也到了 说 看哪 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猎王记下 第七章 以丽莎说 你们要听 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一希亚戏面要卖银一舍克勒 二希亚大卖 也要卖银一舍克勒 有一个扶持王的军长队 神的人说 看啊 即便 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以丽莎说 看啊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在城门入口那里 有四个长大麻疯的人 他们彼此说 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若说 进城去吧 城里有饥荒 必死在那里 若在这里坐着不动 也必是死 来吧 我们去投降 叙利亚人的军队 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 就活着 若杀我们 就死了吧 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 往叙利亚人的营盘去 到了营边 不料 不见一人在那里 因为 主使叙利亚人的军队 听见车马的声音 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 这必是 以色列王会 买赫人的诸王 和埃及人的诸王 来攻击我们 所以 在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逃跑 撇下帐篷 马 驴 营盘照旧 只顾逃命 那些长大麻疯地 到了营边 进了帐篷 吃了喝了 且从其中 拿出金银和衣服来 去收藏了 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 从其中 拿出财物来 去收藏了 那时 他们彼此说 我们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竟不作声 若等到天亮 祸患必临到我们 来吧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他们就去叫 守城门的 告诉他们说 我们到了叙利亚人的营 不料 不见一人在那里 也无人声 只有附着的马和驴 帐篷都照旧 守城门的 叫了众守门的人来 他们就进去 与王家报信 王夜间起来 对陈仆说 如今我告诉你们 叙利亚人 向我们所行的如何 他们知道我们饥饿 所以离营 埋伏在田野 说 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 我们就活捉他们 得以进城 有一个陈仆对王说 看啊 我们不如用城里 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 看啊 马和城里剩下的 以色列人都是一样 快要灭绝 打发人去窥探 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 王差人去追寻 叙利亚军 说 你们去窥探窥探 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 看见满道上 都是叙利亚人 急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 使者就回来报告王 众人就出去 掳掠叙利亚人的营盘 于是 一西亚西面 卖银一舍克勒 二西亚大卖 也卖银一舍克勒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王派服他的那军长 在城门口弹压 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 他就死了 正如神的人 在王下来 见他的时候所说的 神的人曾对王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二西亚大卖 要卖银一舍克勒 一西亚西面 也要卖银一舍克勒 那军长对 神的人说 看啊 现在即便 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神的人说 看啊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 因为众人在城门口 将他践踏 他就死了 《猎王记》下第八章 以丽莎曾对 所救活之子的那夫人说 你和你的全家 要起身 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 因为 耶和华命饥荒 降在这地七年 妇人就起身 照 神的人的话 带着全家 往非利市地去 住了七年 七年完了 那妇人从非利市地回来 她就出去 为自己的房屋土地 挨告王 那时王正宇 神的人的仆人 吉哈西说话 说 请你将以丽莎所行的 一切大事告诉我 吉哈西告诉王 以丽莎如何使死人复活 恰巧以丽莎所救活 他儿子的那妇人 为自己的房屋土地 来挨告王 吉哈西说 我主我王啊 这就是那妇人 这是他的儿子 就是以丽莎所救活的 王问那妇人 他就把那事告诉王 于是 王为他派一个官长 说 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 自从他离开本地 一直到今日 他田地的出产 也都还给他 以丽莎来到大马士革 叙利亚王便 哈达正患病 有人告诉王说 神的人来到这里了 王就对哈薛说 你带着礼物去献 神的人 托他求问 耶和华 说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于是 哈薛用四十个骆驼 驮着大马士革的各样 美物为礼物 去献以丽莎 到了他那里 站在他面前 说 你儿子叙利亚王便 哈达打发我来献你 他问说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以丽莎对哈薛说 你回去告诉他说 这病必能好 但 耶和华指示我 他必要死 神的人定睛看着哈薛 甚至他惭愧 神的人就哭了 哈薛说 我主为什么哭 回答说 因为我知道 你必苦害以色列人 用火焚烧他们的宝杖 用刀杀死他们的壮钉 摔死他们的婴孩 偷开他们的孕妇 哈薛说 你仆人算圣魔 不过是一条狗 他焉能行这大事呢 以丽莎回答说 耶和华指示我 你必做叙利亚王 哈薛离开以丽莎 回去献他的主人 主人问他说 以丽莎对你说圣魔 回答说 他告诉我你必能好 次日 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 蒙住王的脸 王就死了 于是 哈薛窜了他的位 以色列王 亚哈的儿子 约兰第五年 犹大王约沙法 还在位的时候 约沙法的儿子 约兰登基 做了犹大王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八年 他姓以色列诸王 所行的 与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娶了 亚哈的女儿 为妻 行 耶和华眼中 看未恶的事 耶和华却因他 仆人大魏的缘故 仍不肯灭绝尤大 照他所应许大魏的话 常常赐灯光于他的子孙 约兰年间 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权下 自己立王 约兰率领 所有的战车 往撒义去 夜间起来 攻打围困他的 以东人和车兵场 由大兵就逃跑 各回个家去了 只是 以东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手 直到今日 当时 利拿人也被判了 约兰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不都写在 犹大猎王记上吗 约兰与他 猎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 他猎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哈谢 接许他作王 以色列王 亚哈的儿子 约兰十二年 犹大王 约兰的儿子 亚哈谢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作王一年 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 是以色列王案例的孙女 亚哈谢效法 亚哈加行 耶和华眼中 看未恶的是 与亚哈加一样 因为她是亚哈加的女婿 他与亚哈的儿子 约兰同往 拉莫激烈去 与叙利亚王 哈学征战 叙利亚人 打伤了约兰 约兰王 回到耶斯列 一直在 拉莫与叙利亚王 哈学打仗的时候 从叙利亚人 所嫁的伤 由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 因为亚哈的儿子 约兰病了 就吓到耶斯列 看望他 列王记下 第九章 先知以利 杀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 对他说 你束上腰 手拿这盒告友 往拉莫激烈去 到了那里 要寻找宁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耶护 使他从同僚中起来 带他进严密的屋子 江河里的告友 倒在他头上 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高 你做以色列王 说完了 就开门逃跑 不要迟眼 于是 那少年先知 往拉莫激烈去了 到了那里 看见众军长都坐着 就说 将军啊 我有话对你说 耶护说 我们众人里 你要对哪一个说呢 回答说 将军啊 我要对你说 耶护就起来 进了屋子 少年人将告友 倒在他头上 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高你做 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 你要击杀你 主人亚哈的全家 我好在依习别身上 胜我仆人众仙之和 耶和华一切仆人 流血的冤 亚哈全家 必都灭亡 凡属亚哈 对强撒尿的人 无论是困住的 自由的 我必从以色列中捡出 使亚哈的家 像尼巴儿子 耶罗波安的家 又像亚西亚儿子 巴沙的家 耶喜别 必在耶色列田里 被狗所吃 无人葬埋 说完了 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耶狐出来 回到他主人的 臣仆那里 有一人问他说 平安吗 这狂妄的人来线 你有甚魔事呢 回答说 你们认的那人 也知道他说甚魔 他们说 这是假话 你具实地告诉我们 回答说 他如此如此对我说 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高 你做以色列王 他们就急忙 各将自己的衣服 涂在上层台阶 使耶狐坐在旗上 他们吹号 说 耶狐做王了 这样 宁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耶狐 背叛约兰 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 因为叙利亚王哈薛的缘故 把手拉莫几列 但约兰王回到耶色列 一致与叙利亚王哈薛打仗的时候 叙利亚人所加的伤 耶狐说 若和你们的意思 就不容人逃出城 往耶色列报信去 于是 耶狐坐车往耶色列去 因为约兰并卧在那里 犹大王亚哈谢 已经下去看望他 有一个守望的人 站在耶色列的楼上 看见耶狐带着一群人来 就说 我看见一群人 约兰说 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 温说 平安不平安 骑马的就去迎接耶狐 说 王温说 平安不平安 耶狐说 平安不平安 与你何干 你转在我后头吧 守望的人又说 使者到了他们那里 却不回来 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 这人到了他们那里 说 王温说 平安不平安 耶狐说 平安不平安 与你何干 你转在我后头吧 守望的人又说 他到了他们那里 也不回来 车赶得甚猛 像凝视的孙子耶狐的赶发 约兰说 套车 他的车就给套好了 以色列王约兰 和犹大王亚哈谢 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狐 在耶色列人拿伯的田大里迎现他 约兰见耶狐就说 耶狐啊 平安嘛 耶狐说 你母亲耶喜别的 银行邪术这样多 也能平安呢 约兰就转车逃跑 对亚哈谢说 亚哈谢啊 反了 耶狐开满了弓 射中约兰的脊背 剑从心窝穿出 约兰就扑倒在车上 耶狐对他的军长 毕甲说 你把他抛在 耶狐狐的天堂上 你当追想 你我一同坐车 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 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 耶和华说 我昨日看见 拿伯的血和他种子的血 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 这是 耶和华说的 现在你要照着 耶和华的话 把他抛在这田间 尤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 就从园亭之路逃跑 耶狐追赶他 说 把这人也杀在车上 到了靠近 以柏连的孤尔坡上 击伤了他 他逃到米吉多 就死在那里 他的臣仆用车 将他的尸首 送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尾城 他自己的坟墓里 与他列祖同葬 亚哈谢登基座尤大王的时候 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 第十一年 耶狐到了耶斯列 耶喜别听见 就擦粉 书头 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耶狐进门的时候 耶喜别说 杀主人的心力啊 平安吗 耶狐抬头向窗户观看 说 谁在我一边 谁 有两三个太监 从窗户往外看他 耶狐说 把他扔下来 他们就把他扔下来 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 于是把他践踏了 耶狐进去 吃了喝了 便说 您去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 因为她是王的女儿 他们就去葬埋她 只寻得她的头骨和脚 并手掌 他们回去告诉耶狐 耶狐说 这正应验 耶和华及他仆人提斯比人 以利亚所说的话 说 在耶斯列田间 狗必吃耶喜别的肉 耶喜别的尸首 必在耶斯列田间 如同粪土 甚至人不能说 这是耶喜别 猎王记下 第十章 亚哈有七十个儿子 在撒玛利亚 耶狐写信送到撒玛利亚 通知耶斯列的首领 就是长老和教养 亚哈重子的人 说 这信一到你们那里 你们既有 你们主人的重子和车马 坚固成 盔甲 接了这信 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重子中 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 使他做他父亲的位 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 他们却甚惧怕 彼此说 看哪 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 我们怎能站得住呢 家宰 成都和长老 并教养重子的人 打发人去献耶护 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凡你所吩咐我们的 都必尊行 我们不利甚魔王 在你眼中看 怎样好就怎样行 耶护又给他们写信说 你们若归顺我 听从我的话 明日这时候 要将你们主人重子的首集 带到耶斯列来献我 那时王的儿子 七十人都住在教养 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 信一到 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 将首集装在栏里 送到在耶斯列的耶护那里 有使者来告诉耶护说 他们将王重子的首集送来了 耶护说 将首集在城门入口堆坐两堆 割到明日 次日早晨 耶护出来 站着对众民说 你们都是公义的 看啊 我背叛我主人 将他杀了 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 由此可知 耶和华的话 一句没有落空 就是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 因为耶和华 及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 都成就了 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 亲属 祭司 耶护禁都杀了 没有留下一个 耶护起身往撒玛利亚去 在路上 牧人剪羊毛之处 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 问他们说 你们是谁 回答说 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 现在下去 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 耶护说 活捉他们 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 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 共四十二人 没有留下一个 耶护从那里前行 恰于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 耶护问他安 对他说 你诚心待我 向我诚心待你吗 约拿达回答说 是 耶护说 若是这样 你向我伸手 他就伸手 耶护拉他上车 耶护说 你和我同去 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 于是请他坐在车上 到了撒玛利亚 就把撒玛利亚的亚哈家 剩下的人都杀了 直到灭尽 正如 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 耶护招聚众民 对他们说 亚哈侍奉巴黎海冷淡 耶护却更热心 现在我要给巴黎献大戒 应当叫巴黎的众先知 和一切侍奉巴黎的人 并巴黎的众祭司 都到我这里来 不可缺少一个 烦不来的必不得活 耶护这样行 是用诡计 要杀进敬拜巴黎的人 耶护说 要为巴黎宣告严肃 于是宣告了 耶护插人走遍以色列地 烦敬拜巴黎的人都来齐了 没有一个不来的 他们进了巴黎庙 巴黎庙中 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 耶护对掌管礼服的人说 拿出礼服来 给一切敬拜巴黎的人穿 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 耶护和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进了巴黎庙 对敬拜巴黎的人说 你们查看查看 在你们这里不可有 耶和华的仆人 只可容留敬拜巴黎的人 耶护和约拿达进去 显别的记和凡记 耶护先安排巴士人在庙外 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 若有一人脱逃 谁放的必叫他偿命 耶护刚献完了凡记 就出来对护卫兵和众军长说 你们进去杀他们 不容易人出来 他们就用刀刃杀他们 护卫兵和军长将尸首抛出去 便到巴黎庙的城去了 将巴黎庙中的重像 都拿出来烧了 毁坏了巴黎的像 拆毁了巴黎庙座位厕所 直到今日 这样耶护在以色列中灭了巴黎 只是耶护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是以色列 现在罪里的那罪 就是拜伯特列和淡的金牛犊 耶和华对耶护说 以你办好我眼中抗胃症的事 照我的心意戴亚哈加 你的子孙必接续 你做以色列的国位 直到四代 只是耶护不尽心遵守 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伯安是以色列 现在罪里的那罪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 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 乃是约旦河东 激烈全地 从靠近亚嫩河边的亚罗而起 就是激烈和巴山的加德人 旅遍人 马拿西人之地 耶护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永利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耶护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约哈斯 接许他做王 耶护在撒玛利亚 做以色列王二十八年 列王记下 第十一章 亚哈谢的母亲 亚他利亚 献他儿子死了 就起来剿灭王室 但约兰王的女儿 亚哈谢的妹子约士巴 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师 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 把他和他的儒母都藏在卧房里 躲避亚他利亚 免得被杀 约阿师和他的儒母 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 亚他利亚窜了国位 第七年 耶和耶大打发人 叫军长和护卫兵的 众百夫常来 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 与他们立约 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 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 吩咐他们说 你们当这样行 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 要看守王宫 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 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 这样把守王宫不遭毁坏 你们安息日 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 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 个人手拿兵器 似为护卫王 凡善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 王出入的时候 你们当跟随他 众百夫常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 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各代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 来献祭司耶和耶大 祭司变将 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 交给百夫常 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 在弹河殿那里 从殿右直到殿左 站在王子的四位 祭司令王子出来 给他戴上冠冕 将律法书交给他 告他作王 众人就派长说 愿神庇佑我王 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 就到民那里 进耶和华的殿 当他观看的时候 献王赵丽站在柱旁 百夫常和吹号的人 势力在王左右 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 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 喊叫说 反了 反了 祭司耶和耶大吩咐 管辖军兵的百夫常说 将他赶出班外 凡跟随他的碧勇刀杀死 因为祭司说不可在 耶和华殿里杀他 众兵就下手要拿他 他从马路上王宫去 他便在那里被杀 耶和耶大使王和民语 耶和华立约 坐耶和华的民 又使王与民立约 于是国民都到巴黎庙 拆毁了庙 打碎谈和像 又在谈前将巴黎的祭司 马坦杀了 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 耶和华的殿 又率领百夫常和军长 与护卫兵 以及国中的众民 请王从 耶和华殿下来 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 他就坐了王位 国民都欢乐 合成都安静 众人已将亚他利亚 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 约阿师登基的时候 年房七岁 《猎王记下》第十二章 耶和第七年 约阿师登基 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 他母亲名叫西比亚 是别 是巴人 约阿师在祭司 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 就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事 只是众高丘寒 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约阿师对众祭司说 樊奉道 耶和华殿分别未胜之物 所值通用的钱 或个人当纳的身价 或乐意奉到 耶和华殿的钱 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 收了来 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 无奈到了约阿师王二十三年 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所以约阿师王召了大祭司 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 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 从今以后 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 在收钱 要将所收的交出来 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众祭司答应 不再收百姓的钱 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祭司耶和耶大 取了一个箱子 在柜盖上钻了一个洞孔 放于坛旁 再建耶和华殿的右边 守门的祭司将奉到 耶和华殿的钱都投在巷里 他们建巷里的钱多了 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 将耶和华殿里的钱数算 放在袋中 把所平的钱交给都公的 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他们把钱转交修理 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 并瓦匠 石匠 用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 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 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 但那奉道 耶和华殿的钱 没有用以做 耶和华殿里的银碗 辣碱碗 耗和别样的金银器皿 乃将那银子 交给工人修理 耶和华的殿 且将钱交给办事的人 转交做工的人 不与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忠诚 唯有赎签计 赎罪计的钱没有奉到 耶和华的殿都归祭祀 那时 叙利亚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 攻取了 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由大王约阿师将他列祖 由大王约沙法 约兰 亚哈谢所分别未胜的物和自己所分别未胜的物 并耶和华殿与王公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叙利亚王哈薛 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约阿师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不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吗 约阿师的臣仆起来背叛 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 杀他的那臣仆 就是士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朔末的儿子约撒巴 众人将他葬在大魏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马谢皆许他作王 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 神的人向他发怒说 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叙利亚人直到灭尽 现在只能打败叙利亚人三次 以利杀死了人将他葬埋 到了新年有一群磨牙人犯禁 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 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 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 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 约哈斯年间 叙利亚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 耶和华雀因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扔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 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 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 叙利亚王哈薛死了 他儿子变哈达接续他作王 从前哈薛和约哈斯的父亲约哈斯征战 供取了些诚意 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 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变哈达 就收回了以色列的诚意 《猎王记》下第十四章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第二年 由大王约哈斯的儿子亚马谢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约耶旦 是耶路撒冷人 亚马谢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事 但不如他祖大位 乃效法他赴约哈斯一切所行的 只是众高秋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国一坚定 就把杀他父王的陈仆杀了 却没有治死沙王之人的儿子 是赵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地说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沙子 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亚马谢在严谷杀了以东人一万 又攻取了希拉 改名叫约帖 直到今日 那时 亚马谢差遣使者去献耶护的孙子 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世 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 以色列王约阿世差遣使者 去见由大王亚马谢 说黎巴嫩的祭差遣使者 去献黎巴嫩的香柏树 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喂妻 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 把祭剑踏了 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 你以此未荣耀 在家里安居就罢了 为何要惹祸 使自己和由大国一同败亡呢 亚马谢却不肯听这话 于是以色列王约阿世上来 在由大的博士脉 与由大王亚马谢向见于战场 由大败在以色列面前 他们便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世 在博士脉 擒住亚哈谢的孙子 约阿世的儿子 由大王亚马谢 就来到耶路撒冷 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以法连门直到脚门共四百种 又将耶和华殿里 羽王功夫库里 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 并带人去卫治 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约阿世其余所行的事 和他的永利 并与由大王亚马谢 征战的事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约阿世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撒玛利亚 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 他儿子耶罗伯安 揭许他作王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 儿子约阿世死后 尤大王约阿世的 儿子亚马谢 又活了十五年 亚马谢其余的事 不都写在 尤大列王记上吗 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马谢 他就逃到拉吉 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 将他杀了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手 拖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尤大众名利亚马谢的 儿子亚撒利亚 接续他副作王 那是他年十六岁 亚马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 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 仍归尤大 又重新修理 尤大王约阿世的 儿子亚马谢十五年 以色列王约阿世的儿子 耶罗伯安 在撒玛利亚登基 作王四十一年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未恶的事 他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 是以色列现在最理的一样 一切罪 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 从哈马的入口 直到平原的海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界他仆人加特西夫人 亚米泰的儿子 先知约拿所说的 因为耶和华看见 以色列甚是艰苦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都没有了 也无人帮助以色列 耶和华并没有说 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 乃及约阿世的儿子 耶罗伯安拯救他们 耶罗伯安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 他怎样征战 怎样收回大马士革 和先前属由大的哈马归以色列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耶罗伯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睡 他儿子撒加利亚 揭许他作王 《猎王记》下第十五章 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十七年 由大王亚马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二年 他母亲名叫耶克利亚 是耶路撒冷人 亚撒利亚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是 效法他父亲亚马谢一切所行的 只是众高丘还没有除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集烧香 耶和华降宰羽王使他长大麻风 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 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 治理国民 亚撒利亚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 不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吗 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 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八年 耶罗伯安的儿子撒加利亚 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六个月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厄的是 效法他列祖所行的 他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纳罪 雅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 在百姓面前击杀他 窜了他的位 撒加利亚其余的事 都正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这是从前 耶和华应许耶护说 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 直到四代 这话果然应验了 犹大王乌西亚三十九年 雅比的儿子沙龙 登基在撒玛利亚作王一个整月 家底的儿子米拿献丛的撒上撒玛利亚 杀了雅比的儿子沙龙 窜了他的位 杀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 都正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那时米拿献丛的撒起攻打提匪萨 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 偷开其中所有的孕妇 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 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九年 家底的儿子米拿献登基 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十年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慰恶的事 他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纳罪 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 米拿献给他一千他连德银子 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 米拿献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所前 使他们各出五十社克勒银子 就给了亚述王 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 米拿献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米拿献与他列祖同睡 他儿子比加侠皆许他作王 由大王亚撒利亚五十年 米拿献的儿子比加侠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二年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慰恶的事 他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纳罪 比加侠的将军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 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 亚尔哥伯和亚利亚病激烈的五十人 帮助比加 比加击杀他 窜了他的位 比加侠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正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由大王亚撒利亚五十二年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二十年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慰恶的事 他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是以色列陷在罪里的纳罪 以色列王比加年间 亚述王提及拉皮烈色来夺了乙云 亚伯伯马加 亚诺 吉利斯 夏索 基列 加利利和拿夫塔利全地 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辱到亚述去了 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二十年 以拉的儿子何西亚 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击杀他 窜了他的位 比加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都正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 由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 他登基的是后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十六年 他母亲名叫耶路撒 是撒都的女儿 约坦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是 效法他父亲吴西亚一切所行的 只是众高秋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 约坦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 不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吗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才使叙利亚王立逊 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 约坦与他猎祖同睡 葬在他祖大卫成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哈斯揭许他作王 列王记下第十六章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 由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十六年 不向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卫正的事 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又照住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一交之民 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 并在众高丘山岗上各清脆树下献祭烧香 叙利亚王立逊和以色列王立玛利的儿子 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 当时叙利亚王立逊收回以拉他归于叙利亚 将犹太人从以拉他赶出去 叙利亚人就来到以拉他 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树王提及拉皮烈色 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 现在叙利亚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 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 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公府库里所有的金银 都送给亚树王为礼物 亚树王听允了他 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阁江城攻取杀了立逊 把居民掳到吉尔 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阁去迎接亚树王提及拉皮烈色 在大马士阁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 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 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阁送来的图样 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阁回来之先建筑一座坛 王从大马士阁回来看见坛 王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 他烧凡祭 宿祭 焦电祭将平安寄生的血洒在坛上 又将耶和华面前的同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 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 早晨的凡祭 晚上的宿祭 王的凡祭 宿祭 国内众民的凡祭 宿祭 殿祭都要烧在大坛上 凡祭生和祭生一切的血也要撒在这坛上 只是同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 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 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心子 把盆从座上挪下来 又将铜海从陀海的铜流上搬下来 放在铺石地 优因亚树王的缘故 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狼子和王从外入殿的狼子挪移 围绕耶和华的殿 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不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吗 亚哈斯与他猎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他猎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西西迦皆续他作王 猎王记下第十七章 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 以拉的儿子荷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 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魏厄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 亚树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荷西亚 荷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攻 荷西亚被判 差人去县埃及王娑 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树王进攻 亚树王知道了 就把他所见囚在尖里 亚树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 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 荷西亚第九年亚树王攻取了撒玛利亚 将以色列掳到亚树 把他们安置在哈勒与戈萨的哈勃河边 并马待人的成语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 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敬畏众别神 随从 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一郊之民的风俗 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 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是 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 在他们所有的诚意 从撂望楼直到坚固城 建筑中高丘 在各高纲上 各清脆树下立像和树从 在众高丘烧香 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 一郊之民所行的 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且是奉偶像 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虽是如此 耶和华仍借中先知 先见劝诫以色列和犹大说 当离开你们的恶行 谨守我的诫命律例 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 并及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 只是他们不肯听从 敬应着景象 效法他们列祖 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 厌弃他的律例 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并劝诫他们的话 随从虚无的神 自己成为虚妄 效法周围的一交之民 就是耶和华主妇他们不可效法的 离弃 耶和华他们 神的一切诫命 为自己注了两个牛犊的像 造了一个树丛 敬拜一切天象 使奉巴黎 他们又使他们的儿女精火 用占卜刑法树卖了自己 行 耶和华眼中看畏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大发怒 从自己眼前赶出他们 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犹大也不遵守 耶和华他们 神的诫命 却随从以色列所立的条规 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 使他们受苦 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以至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眼前 将以色列国从大魏家夺回 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做王 耶罗伯安引诱以色列不随从 耶和华使他们陷在大罪里 以色列人犯耶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罪 总不离开 以致耶和华从自己眼前赶出以色列 正如其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 这样以色列从本地被掳到亚树直到今日 亚树王从巴比伦 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 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 代替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 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 不敬畏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了些人 有人告诉亚树王说 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个城的那些民 不知道那底之神的规矩 所以呢 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 狮子果然咬死他们 亚树王就吩咐说 叫你们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 容他们去住在那里 他可以将那底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 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鲁去的祭司回来 住在伯特利 指教他们怎样敬畏 耶和华 然而 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 各为自己制造神像 安置在撒玛利亚人 所造种高丘的殿中 巴比伦人造书哥 比那像 古他人造逆假像 哈马人造亚士马像 亚瓦人造逆哈和塔尔他像 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 献给西法瓦因的众神亚的米勒和亚拿米勒 他们惧怕 就是从前 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 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 你们不可忘记 也不可敬畏别人 但要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必就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如此 这些民幼惧怕 耶和华又是奉他们所雕刻的下 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 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猎王记》下第十八章 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 赫西亚第三年 由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加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亚比 是撒加利亚的女儿 西西加行 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是 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他废去种高丘 毁坏种相 砍下树丛 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些日子 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 他称铜蛇为泥虎施探 西西加依靠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前后的由大猎王中 没有一个吉他的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 总不离开 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无论往何处去近都亨通 他背叛 不肯是奉亚树王 西西加攻击非力士人 直到加萨 并加萨的境界 从廖望楼到坚固城 西西加王第四年 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 和西亚第七年 亚树王撒曼以色上来为困撒玛利亚 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 西西加第六年 以色列王和西亚第九年 撒玛利亚被攻取了 亚树王将以色列掳到亚树 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赞的哈勃河边 并马待人的诚意 都因他们不听从 耶和华他们 神的话违背他的约 并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 他们既不听从也不遵行 西西加王十四年 亚树王西拿基利上来攻 基犹大的一切坚固城 将成攻取 犹大王西西加差人往拉吉去见亚树王 说我有罪了 求你离开我 凡你罚我的 我必承担 于是亚树王 发由大王西西加银子三百他连的 金子三十他连的 西西加就把 耶和华殿里和王公府库里 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 那时 由大王西西加将 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 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 都挂下来 给了亚树王 亚树王从拉吉差遣他尔探 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 他们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加王那里去 他们上到耶路撒冷 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 在漂不地的大路上 他们呼叫王的时候 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家 在以利亚敬并书记 摄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冠约亚 出来献他们 拉伯沙基说 你们去告诉西西加说 亚树大王如此说 你所倚靠的 有甚魔可账来的呢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我看不过是虚化 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 看啊 你所倚靠的埃及 是那压商的伪账 人若靠这账 就必赐偷他的手 埃及王法老相 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你们若对我说 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希西加 岂不是将中高丘和祭坛废去 且对由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 现在你不如把抵押给我主亚树王 我给你二千匹马 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若不然 你怎能使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君长 转面退去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的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希勒家的儿子 以利亚靖和摄伯纳 并约亚 对拉伯沙基说 求你用叙利亚言语和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懂得 不要用犹太言语和我们说话 达到承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沙基说 我主差前我来 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份 喝自己尿的人说吗 于是拉伯沙基站住 用犹太言语大声喊着说 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 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希勒家欺哄了 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也不要听希勒家使你们依靠 耶和华说 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 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不要听希勒家的话 因亚述王如此说 你们要送礼物来 与我立约 出来投降我 这样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的果子 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临你们到一地 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有五谷和辛酒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 好使你们存活 不至于死 希勒家劝导你们 说 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列国的众神 有哪一个救他本国 脱离亚述王的手呢 哈玛 亚尔拔的众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因 西拿 以瓦的众神在哪里呢 他们曾救撒玛利亚 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的众神 有谁曾救自己的国 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 脱离我的手吗 百姓却竟默不言 并不回答他一句 因为王曾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 当下 希勒家的儿子家 史家宰以利亚靖 和书记舍伯纳 并亚萨的儿子 史官约亚 都撕裂衣服 来到西西家那里 将拉伯杀鸡的话 告诉了他 《猎王记下》第十九章 西西家王听见 就撕裂衣服 披上麻布 进了耶和华的殿 史家宰以利亚靖 和书记舍伯纳 并祭司中的长老 都披上麻布 去献亚摩斯的儿子 先知以赛亚 对他说 西西家如此说 今日是急难 责罚 亵渎的日子 就如妇人将要分娩婴孩 却没有力量分娩 或者 耶和华你的 神听见拉伯杀鸡的一切话 就是他主人亚树王 打发他来辱骂永生 神的话 耶和华你的 神听见这话 就发斥责 故此 求你为余圣的民阳声祷告 西西家王的臣仆 就去献以赛亚 以赛亚对他们说 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听见亚树王的仆人 亵渎我的话 不要惧怕 看啊 我必惊动他的心 他要听见风声 就归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拉伯杀鸡回去 正欲见亚树王公打利拿 原来他早听见亚树王把营离开垃圾 亚树王听见人论埃塞俄比亚王特哈加说 看啊 他出来要与你征战 于是亚树王又打发使者去献西西家说 你们队友大王西西家如此说 不要听你所以靠的神器哄你 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树王的手中 看啊 你总听说亚树诸王向列国所行的 乃是进行灭绝 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萨 哈兰 利瑟 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 这些国的众神 何曾拯救这些国呢 哈玛的王 亚尔巴的王 西法瓦殷城的王 西拿和伊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 看完了 就上耶和华的殿 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家像 耶和华祷告说 住在二基路伯中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 你是地上列国的 神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呀 求你侧耳而听 耶和华呀 求你睁眼而看 要听西拿基里打发使者 来辱骂永生 神的话 耶和华呀 亚树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毁坏 将列国的众神像都扔在火里 因为他们本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的 是木头石头的 所以灭绝他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救我们托里亚树王的手 使地上列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宪西西家 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既然求我攻击亚树王西拿基里 我已听见了 耶和华论他曾这样说 做处女的女子西安藐视你 吃笑你 女子耶路撒冷向你摇头 你辱骂谁 亵渎谁 扬起声来 高举掩目攻击谁呢 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及你的使者辱骂 主 并说 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 到黎巴嫩的境界 我要砍下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加美的松树 我必进到他境内的住处 进他加密的树林 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 我已用脚掌踏前被围困之地的一切喝 耶和华说 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 古时所历的吗 现在 及你使间故城荒废 便为乱堆 所以 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 惊慌爆溃 他们像田间的野草 像青菜 如房顶上的草 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核架 你安居 你出去 你进来 你向我发烈怒 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 又因你喧嚷的话达到我耳中 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 把脚环放在你嘴里 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 以色列人啊 我赐你们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也要吃自尝的 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 再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余圣的 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必有余圣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的人 从西安山而来 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所以 耶和华论亚树网如此说 他必不得来到这城 也不在这里射箭 不得拿盾牌到城前 也不住累攻城 他从哪条路来 必从那条路回去 必不得来到这城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拯救这城 当夜 耶和华的天使出去 在亚树营中 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来 一看 都是死尸了 亚树王西拿基利 就把营回去 住在尼尼威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敬拜 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 用刀杀了他 就逃到亚美尼亚地 他儿子以撒哈顿 揭许他作王 《猎王记》下第二十章 当那些日子 西西加病得要死 亚摩斯的儿子 先知以赛亚去献他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西西加就转脸朝墙 祷告 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 现在求你纪念 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未善的 西西加就痛哭了 以赛亚出来 还没有到中院 耶和华的话就领导他 说 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加说 耶和华你祖大卫的 神如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看啊 我必依置你 到第三天 你闭上到耶和华的殿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树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 托里亚树王的手 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这城 以赛亚说 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 人就取了来 贴在窗上 亡便痊愈了 西西加问以赛亚说 耶和华必依置我 到第三天 我能上耶和华的殿 有圣魔兆头呢 以赛亚说 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 这是 耶和华给你的兆头 你要日影像前进十度呢 是要往后退十度呢 西西加回答说 日影像前进十度容易 不然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 先知以赛亚呼求 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鬼 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 那时 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 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加病而痊愈 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西西加听从使者的话 就把他宝库的金子 银子 香料 贵重的告犹 和他一切五倍的库 并他所有的财宝 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 西西加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加王 问他说 这些人说圣魔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西西加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 以赛亚说 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圣魔 西西加说 凡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西西加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看啊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基续道如今的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重子 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西西加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 耶和华的话甚好 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城市的景况 岂不是好吗 西西加其余的是 和他的永利 他怎样挖持 挖沟 引水入城 不都写在由大猎王记上吗 西西加与他列祖同睡 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作王 猎王记下第21章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 年12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 他母亲名叫斜西坝 马拿西行 耶和华眼中看未恶的事 效法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 一交民所行可憎的事 因他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加所毁坏的重高丘 他又为巴黎祝坛造了一个树丛 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 且敬拜一切天象侍奉他们 他在耶和华殿语中祝坛 这点耶和华曾指着说 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 他就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一切天象祝坛 并使他的儿子惊火 又观照用法术 利领使和形巫术的多形 耶和华眼中看未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又在殿内立了一个树丛的雕像 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 所罗门说 我在以色列众之派中所选择的 耶路撒冷和这点 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以色列若谨守遵行 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 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 一切律法 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 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却不听从 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 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 耶和华及他仆人众先之说 因犹大王马拿西行了这些可憎的恶事 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 并且使由大败他的偶像陷在罪里 所以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看啊 我必想获与耶路撒冷和犹大 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而明 我必用两撒玛利亚的准绳 和亚哈加的线他拉在耶路撒冷上 必擦净耶路撒冷 如人擦盘 将盘倒扣 我必弃掉所余圣的产业 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 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 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 直到如今 常行我眼中看慰恶的事 惹动我的怒气 马拿西行 耶和华眼中看慰恶的事 使由大献在罪里 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 充满了耶路撒冷 从这边直到那边 马拿西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 不都写在由大猎王记上吗 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自己公愿乌洒的园内 他儿子亚门皆许他作王 亚门登基的十后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年 他母亲名叫米书利米 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 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慰恶的事 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 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敬拜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 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 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 在宫里杀了他 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 立他儿子约西亚接许他作王 亚门其余所行的事 不都写在由大猎王记上吗 亚门葬在乌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 他儿子约西亚接许他作王 猎王记下第二十二章 约西亚登基的是后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耶底大 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位正的是 行他祖大为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约西亚王十八年 王差前米书兰的孙子亚萨利的儿子 书记沙帆上耶和华殿去说 你去献大祭司希勒家 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 数算数算 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 好修礼殿的破坏之处 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 并瓦匠 用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礼殿宇 将钱交在办事的人手里 不与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忠诚 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帆说 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希勒家将书递给沙帆 沙帆就看了 书记沙帆到王那里 回复王说 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钱收据数算 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 书记沙帆又对王说 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 沙帆就在王面前读那书 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 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帆的儿子亚西干 米盖亚的儿子亚格波书记沙帆 和王的陈仆亚撒亚说 你们去为我为您为由大众人 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 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 没有遵这书上所论到我们的去行 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列怒 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 亚格波沙帆亚撒亚都去见女先知乎 呼勒大 呼勒大是掌管里夫沙龙的妻 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 特瓦的儿子 呼勒大住在耶路撒冷学院 他们请问于他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照着由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 详获语者的和其上的居民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向别神烧香 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 总不止息 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 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 要使这地变为荒场 民受咒诅的话 你便心里敬服 在耶和华面前自己谦卑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 因此我也听允了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看啊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 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降与这地的一切灾祸 你也不致亲眼看线 他们就回父王去了 列王记下 第二十三章 王差遣人招聚由大和耶路撒冷的众场老来 王和由大众人 与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祭司 先知和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 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柱旁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兴地顺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诫命 法度 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众民都服从这约 王吩咐大祭司 希勒家和父祭司 并把门的 将纳为巴黎和树丛 并一切天象所造的器皿 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 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 把灰拿到伯特里去 从前由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 在尤大成义的仲高丘 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 现在王都废去 又废去向巴黎和日 月 行星 并一切天象烧香的人 又从 耶和华殿里将 树从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 打碎成灰 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 又拆毁 耶和华殿里效法所多玛人之人的屋子 就是妇女未属从之丈子的屋子 并且从由大的成义带众祭司来 巫会祭司烧香的仲高丘 从加巴直到别是巴又拆毁在城门的仲高丘 这种高丘在成都约书亚门的入口 进城门的左边 但是仲高丘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较柄 又误会心嫩子骨的陀斐特 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精火献给摩洛 又将由大猎王在耶和华殿入口 太监拿胆米勒靠近郊野的屋子旁 向日头所陷的马沸去 且用火焚烧日车 由大猎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住的坛和马拿西在 耶和华殿两院中所住的坛 王都拆毁打碎了 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 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 斜屁山右边为西顿人可增的神亚斯塔路 摩押人可增的神基末 亚门人可增的神米勒公所住的众高丘 王都污秽了 又打碎仲像砍下树丛 江人的骨涛充满了那地方 他将伯特利的坛和叫以色列陷在最里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住的那坛 连坛带高丘他都拆毁 又焚烧高丘打碎成灰并焚烧了树丛 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 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 烧在坛上污秽了坛 正如从前神的人宣告耶和华的话 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圣摩碑 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 神的人从游大来 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 这就是他的墓碑 约西亚说由他吧 不要挪移他的骸骨 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 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拿先知的骸骨 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 建筑中高丘的殿 惹动 耶和华的怒气 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 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 他又将中高丘的祭司都杀在坛上 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王吩咐众民说 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 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 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和以色列王 由大王的时候 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 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 凡由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与灵史同工的 行巫术的 与家中的像和偶像并一切可增之物 约西亚尽都除掉 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的律法书上所写的话 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进心 进行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 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 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 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 耶和华说 我也必将尤大从我眼前赶出 如同赶出以色列一般 也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 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 约西亚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 不都写在尤大猎王记上吗 约西亚年间 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又法拉底河 攻击亚树王 约西亚王去抵挡他 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基多 就杀了他 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 从米基多送到耶路撒冷 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 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 约哈斯接许他父亲做王 约哈斯登基的 时候年二十三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 他母亲名叫哈姆塔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约哈斯行 耶和华眼中看慰恶的是 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法老尼哥将约哈斯 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 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 又罚由大国银子一百他连得 金子一他连得 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 以利亚靖 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 给他改名叫约亚靖 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 他就死在那里 约亚靖将金银给法老 却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指前 他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 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 约亚靖登基的是后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西布大 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 约亚靖行 耶和华眼中看慰恶的是 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猎王记下》第二十四章 约亚靖年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上到犹大 约亚靖服侍他三年 然后背叛他 耶和华是迦勒底军 叙利亚军 摩押军 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亚靖 毁灭犹大 正如耶和华及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 这祸临到犹大 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 要将他们从自己眼前赶出 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 又因他流无孤人的血 充满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爵不肯赦免 约亚靖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 不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吗 约亚靖与他列祖同睡 他儿子约亚金 揭许他作王 埃及王不在 从他国中出来 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 从埃及小河直到 又发拉底河都夺去了 约亚金登基的时候 年是八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 他母亲名叫尼护施他 是耶路撒冷人 以利拿丹的女儿 约亚金行 耶和华眼中看慰恶的是 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那时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 军兵上到耶路撒冷 为困城 当他军兵为困城的时候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就亲自来了 由大王约亚金和他母亲 陈仆首领 官长一同出城 投降巴比伦王 巴比伦王便拿住他 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 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 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 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砍碎了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 并所有大能的勇士 共一万人 连一切木匠 铁匠都掳了去 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 没有剩下的 并将约亚金和王母 后妃 官长 宇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 巴比伦王又将一切勇士七千人和木匠 铁匠一千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 巴比伦王立约亚金的叔叔马探亚代替他做王 给马探亚改名叫西底加 西底加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哈姆塔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西底加行 耶和华眼中看魏恶的事 是赵约亚金一切所行的 因为耶和华的怒气 在耶路撒冷和尤达发作 直到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 便人凭西底加背叛巴比伦王 《猎王记下》第二十五章 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 对称安营四围柱类工程 于是城被围困 直到西底加王十一年 四月初九日 城里有大饥荒 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 城被攻破 一切冰丁就在夜间 从靠近王源两城中间的门逃跑 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 王就向平原逃走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王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 他的全军都离开他死散了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 带他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 那离审叛他 在西底加眼前杀了他的重子 并且弯了西底加的眼睛 用铜链锁着他 带到巴比伦去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十九年五月初七日 巴比伦王的陈仆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来到耶路撒冷 用火焚烧 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 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 跟从护卫长家勒底的全军 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那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江城里所剩下的百姓 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逃民 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 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 是他们修理葡萄园 耕种田地 耶和华殿的铜柱 并耶和华殿的盆坐和铜海 迦勒底人都打碎了 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 又带去锅铲子 辣茧 调羹 并所用的一切铜器 火顶 碗 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 所罗门卫 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 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坐 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 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轴 柱上有铜顶高三轴 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 都是铜的 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 护卫长拿住祭司长西莱雅 弗基斯西凡亚和三个马门的 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 并在城里所遇长剑王面的五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 以及城里遇献的国民六十个人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 这样由大被掳去离开本地 至于由大国剩下的民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剩下的 巴比伦王立了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 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 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已是玛利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尼托法人丹护灭的儿子希莱雅 马家人的儿子亚撒尼亚 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 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启示说 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 只管住在这的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 7月间宗士以利杀马的孙子 尼探雅的儿子以史玛利带着10个人来 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太人 宇迦勒底人 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 因为惧怕迦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 尤大王约亚金被掳后37年 巴比伦王一位米罗达登基元年12月27日 使尤大王约亚金抬头替他出监 又对他说恩言 使他的胃高过于他一同在巴比伦中王的胃 给他托了囚服 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饼 王思他所需用的食物 日思他每天锁定之分 终身都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